我希望你能看到兒子的變化是怎樣的 感受自己的童年 我七歲的時候大概在做什麼和他有什麼分別 其實是看著他是看到自己的 你改他的名字叫毛童 童字也是特別意思的 我希望他跟兒童是值得羨慕的 就是冒童 因為兒童有一個特權就是童然冒忌 希望他亂說話 總之亂說話的時候大家不要太介意 希望他永遠都保持著像兒童一樣 例如2006年你們計劃製造魔童的時候 是計劃之內還是意料之外 是一個計劃之內的 因為是必須要 因為那時候那個年齡 我覺得是一個黃金的時間去孕育一個孩子 還有很有衝勁去帶一個孩子 我覺得 因為原來你陪著小朋友 但也很吃力 就算是玩 或者不是玩 就算你只是看著他 其實都是花很多能力的 我覺得如果年齡大一點去做 是很累很累的 所以有句說話叫友仔趁亂生 是真的 所以如果大家已經有一個很合適的伴侶 有一個很穩定的經濟基礎 就必定要做這件事 其實最初Chi Lam想計劃有下一代的時候 你自己是喜歡兒子多一點還是女兒多一點 兒子 因為我很怕女兒被人騙 是嗎?你騙得人多 可能是 讀書的時候很頑皮 就是騙子之餘 我自己是很頑皮 那時候我記得上那些生物課 那時候我們經常要解剖 不知為何這麼好玩 有牛眼 又解剖老鼠 白老鼠 看看內臟是怎樣 經常拿那些解剖老鼠的腸 丟進女同學的筆盒那裡 真的很頑皮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生一個女兒一定會有 遭此報應療 所以很害怕的